字幕流星群 一期一會 今晚有我們TWINS 今晚一期一會 繼續有TWINS 在這裡 Hello 剛才講過你全新的作品 其實都是跟笑很有關係的 希望帶回多些笑 希望多些正能量 帶回很多香港的惡迷也好 香港人也好 其實你們自己在個性上 初出道的時候看很多都已經爆笑的MV也好 甚至乎我有看你們以前的片段 尤其是初出道第一年的時候 很多傳記綠色的影片 很多搞鬼東西 這種個性 你們現在就算隔了十幾年之後再相處 有沒有大變過 大家在彼此的個性上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好笑 一看他們兩個就知道是什麼 哈哈哈哈 但是彼此成熟這件事 有沒有套在彼此的身上 還是還是那種傻的 有的 有的 譬如我們這次都會拍很多不同的預告 即是Teaser 片花 雖然我們是負責的 但是我們是有成熟度的 別說 我們是有成熟度的 只不過是樂天而已 即是內容都是這麼搞笑 這麼無聊 這麼無厘頭的 對 這麼無厘頭的 但是拍攝的手法就會 即是會升了 grade 高質素的 高質素的去無厘頭 即是無論是你們自身的還是拍攝的 即是現在風清之類的 即是我們拍得很華麗 但是他無厘頭的 即是以前就土炮一點 是 但是你們自己呢 互相會怎樣看彼此的成長 你們會 我都覺得他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麼多年始終都沒有什麼變過 當然做事方面 很多方面都進步了 即是很不同了 但是可能太熟了 即是覺得他都會是 還是我以前剛剛認識的他 即是那個感覺很難去解釋 總之他永遠都是 總之兩個人走在一起 就會變回以前那種 這個很難得的 我覺得做朋友有這種感覺 是很難的事來的 又為了嘗試這樣看 你們兩個雖然好像始終沒有變化過 即是彼此相處的感覺 但是中間的過程 即是大家可能我們 在做觀眾角度 看著你們都有不同的 高潮低潮經歷過 彼此有沒有說 在那份友誼中間 有沒有動搖過 有沒有一刻想過 TWINS還能不能走下去 沒有 從來沒有想過 因為我記得很 好像你以前演唱會 還是班長麗 經常講過 你在初出道之前 即TWINS出現之前 其實很少很成功 我記得很久的女子組合 不要說女子 男子可能比較少 但你們之後才開了很成功 沒有動搖過 我記得很久 很多年前 有一次去求籤 其實我不是很相信這些 不是信徵來的 不是很相信這些求籤 別人求我 又求我 求我 求了一支籤 即事業 那支籤文是一個故事 故事是什麼 我不記得 但她的意思是 總之 我和阿嬌 是一個緣分 我們兩個 會一起很好 我們會有很多經歷 到最後我們又會走回一齊 大團圓結局 你和阿嬌 對 即是會很 Happy Ending 即是 我 我就相信 是的 我就相信 我覺得 是 最重要是要相信 即彼此都相信大家 又相信這件事是會活動的 起碼我們互相知道 大家不會害對方 嗯 而且 我們的目標很清晰 即是 由入行 一起 到現在 即是 大家都是 共同目標 共同夢想 而 有人跟你一起去 分擔 有人一起去闖 其實很難得 這些人經常都問 你們有沒有吵架 沒有 冷戰 即是 大家都很不相信 但是 我們 覺得 即是 你一吵架 就一定會散 是的 我們都很 壓抑著自己 哈哈哈 即是 有時 會鬥嘴 但是 沒有的 沒事的 跟姊妹相處難些 還是拍拖 要跟男朋友相處難些 因為 突然你說的關係 好像拍拖 對 拍拖難些 但是彼此 你不可以 什麼都說 女生 至少很明白女生 但是女生有很多 所謂是非 八婆 我們沒有的 很好啊 你們的關係 不是 因為我們 人態 我們都是比較懶 哈哈 懶去收風 哈哈 不是啊 而且覺得很 她不用的 她的風自然吹過來 哈哈 很多人 不知道 很喜歡說什麼 很喜歡和我 盡心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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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那段場很高 即使有什麼是非 都不會動搖到你任何事情 不會的 這個很好啊 我都會直接說 問 其實我之前 準備的訪問前 剛才那段 我們跟大家聽了 你的新歌 我想之後這段 如果選一首 你們TWINS的舊歌會選哪一首歌呢 我發覺原來 我有做過一個小小的調查 外面有些不同的同事 問過他們 在你們的成長過程裡面 過去的十五年 和TWINS第一次發生關係 那首歌是什麼歌呢 原來其實很多人都會選 一些你們很大熱的作品 即是有些是 你好男生 有啦 眼紅紅有啦 甚至乎下一站是天后 快哥的啤梨是選 愛情當入盡的 你怎麼想不到她的 很可愛 因為她做深夜節目 關事什麼 因為她想人們醒一點 所以說快哥 做深夜節目 不是想人們睡得好一點 野蘭人靜的 的士司機 不要睡覺 聽愛情當入盡會 我自己會想起一首歌 這首歌可能是很難換的 我是想起你們一首歌 叫做那天狠愛笑 這首歌其實也是很熱滿的 真的嗎 在冷滿歌來說很熱滿的 即是很熱滿的滄海為主 很熱滿的滄海為主 演唱會是比得過的 其實我們之前做一些訪問也有說 演唱會現在拋爆頭 因為有很多 我們選了53首歌 夠唱一晚到通宵 經典的那些歌 都要唱 不唱不可以 但我們很想唱一些 side cut的歌 我們就很歡迎大家去告訴我們 你們喜歡哪些side cut的歌 那些人就回覆我 那天狠愛笑是很多人喜歡的 我想這首歌是很多人會有共鳴的 我也很有共鳴 是呀 很現實的 人大過了 和以前喜歡笑的東西 這次你十身歌也說要笑 要開心的東西 是會有不同的 我記得早十年前 你大師兄亭峰 你知道很有型的 有一次我記得是簽名會來的 主持就說 亭峰不要這麼酷 讓你笑一下 他在台上直接爆了一個禁句 我覺得很有型的 他就說 如果你叫我笑就笑 這就不是真的笑容 嘩 我覺得這句很有型 這件事 也很真的 但是我覺得 叫你笑的那些人很好笑 真的 是呀 你明白嗎 阿薩笑一下 是呀 我就會覺得很好笑 尤其是找你合照的那些 你笑一下吧 是呀 阿薩我可不可以幫你拍照嗎 不是 阿薩你可不可以幫我拍照嗎 我可以 然後拿她的電話 不是幫你拍照嗎 不是呀 合照 這是文章上的問題 不要這麼執著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可不可以合照嗎 你笑一下吧 這個最搞笑 但是現在平時你們找快樂的方法 無論是笑的好 或者是開心的 心情的好 有沒有不同 因為我早幾年有時候做事 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有一次是 外面其他電影的活動 看到阿薩 那個攝影師朋友 突然跟我說 阿薩笑不同於以前 很累的 看得出來 以前也很累的 可能以前更累 那些通告的時候 不是 最主要是 眼睡 應該 哈哈 這是最正常的 而且我看到你也是 那些晚上去跑戲院的活動 對呀 你下次叫她 日頭 不是日頭 沒有 中午 中午的時候 有 總之希望反而是 自己也保持著你的同心 對呀 這個或者 對呀 我選這首歌也希望是一個祝福 送給TWINS 你們希望 你的笑容 永遠好像一出道的時候 那樣燦爛 還記得明愛暗戀的那些 MV等等 笑到嘴巴收不起來 很累呀 嘴巴 那時候 Manny經常說 為什麽你們經常 笑的時候 你們有做過牙膏代言人嗎 我有 有 笑得那麼燦爛 應該做這些代言人 總之希望 兩個真的 以後每一個路程 每一個階段都可以帶著這個笑容 慢慢走下去 謝謝 加油TWINS 謝謝